暴雨四月 独地洪水告急 危难之际 任务部带来民兵奋勇而上 打敌塔县 溃把就在眼前 灾难面前 作为指挥员 他将如何应对 军女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包雁伦 抗洪进行时 我叫包雁南 是山中省昌乐县任务部政委 今年七月中旬以来 昌乐县连续三次遭受台风侵袭 持续出现特大暴雨天气 将雨量之大 历史罕见 路面积水 桥梁毁坏 房屋倒塌 农田被淹 面对这次天灾 任务部紧急出动民兵参与抗灾救灾 我们连续奋战 抢救受困群众 挖曲毒霸 排牢出险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灾难无情人间以外 在这场与洪水的战斗中 我们任务部迎难而上 奋力抗灾 用肩膀扛起灾区百姓的希望 这条名为奋河的河流 在前不久的暴雨侵袭下 水位达到了50年来的最高点 洪水造成河床变形 堤坝多处垮塌 你看咱们现在就在这地方 这地方如果一旦绝口 它将影响着下游 你看包括山庄 咱们就在这地方 山庄村 西里亚庄村 大王庄 西包 丁家庄 西水码头 洞水码头 南药 整国的这些村 全部将变 下游小的四项 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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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8月20日 温比亚台风来袭 长岳县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 水库泄洪加上支流汇聚 温河水量急剧加大 当地人物部被紧急调往 温河强险 经过整整一夜奋战 大地险情被控制 随后指挥部将大地 塌险区的防守任务 交给了任务部 在中间架构地下 咱们就是这个野地方 野地方 对 这个野地方 一个是这个地方 在一个呢 我觉得还有这个地方 它过来以后 这个水码只冲大坝 对 这个地方最容易受 那个洪水的清爽 冲爽吧一爽 把这个沙拖吧 对对对 这是个问题 对就是这个位置 对 就这个位置 对 这个最低的位置 在那个那边 气象显示 未来几天 还将出现强降雨天际 为解决燃眉之急 包雁伦决定 明天对这里 再一次进行突击加固 水利专家按照工程量测算 这次加固需要150人 但在抗洪救灾的特殊时期 一天的时间抽掉上百人 难度非常大 这边我们来的好几次了 这个根据这个情况来看 还是得彻底地解决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就不解决 洪水来之后 这个地方还是个危险地带 再加上我们长河的民民 这个应急里面 主要在城区里面 你这里有近100公里 紧急区员难度很大 再加上这个周边的十多个村庄 为了危险 心里也放不下 包雁伦在给记者介绍 救援情况时 说到他们在转移群众期间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 冒险回自家超市 给他们取食物分发的时候 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去那个包装社区服务站 100米左右的一个超市 居民很热情 当时的水 都近50米高 半熄根 超市里面的东西 都是被冲着 我从里面调的食物 给大家分发的食物 我们就受不了了 你们人民群众 就是更大的苦难 我们吃不过饭算什么 我们最大的任务 需要让人们减少苦难 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包雁伦 军校毕业后 从干事 科长再到政委 一直从事人民武装工作 对国防动员 民兵训练 征兵有着丰富的经验 获得过全军优秀指挥军官 中立二等功 曾经也组织过森林救火 和雨季防洪 可毁灭性如此大的洪灾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现在因为灾后出现任务比较重 人员都在这个 经存入户 都在点上包靠 所以这样灾后出现任务 所以现在出现任务 也在哪儿 我说 你看能出多少人 我 你现在看看 你看能出多少人 行行行 这个玩意五个都行 你这个算几个 你转时间我给你算几个 他停在里面 跟上油再算 包雁伦从温河大堤上 回到人物部 还没有来得及和其他人 磋商不堤坝的事 值班室就报告 有受灾军属需要帮助 吊人物的事虽然迫在眉睫 但帮助受灾军属也刻不容缓 于是包雁伦来到受灾军人家里 没住没在家 不能住 从那边刷一个绳子 从绳子就了 因为水太大 房子这么高了 水位到这了 这是他寄来的荣誉这个书 你看都泡了 一七年多 就是个去年纪录了 我切了这条我就没敢做 我也要跟他说 他现在知道了吧 他现在他我说 那对我们围房是不是那个荒水的 我说有点吧 他说受光得大 我说嗯 我就跟他说我怕他分心 没跟他说 那天才知道有二爷打电话 我说家里受灾军属 不是 他叫王新荣 家里受灾后 一直对部队服役的儿子和女婿隐瞒着灾情 丈夫身体患病 体力活做不了 家里的桌子 櫃子 沙发等大件家具都被洪水浸泡 束手无策之际 想人物不求助 我叫包业男 是山中省昌诺县任务部政委 今年七月中旬以来 昌德县连续三次遭受台风清晰 持续出现特大暴雨天气 降雨量之大历史罕见 路面积水 桥梁毁坏房屋倒塌 农田被淹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 在这场与洪水的战斗中 我们任务部迎难而上奋力抗灾 用肩膀扛起灾区百姓的希望 《居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包雁伦 抗洪进行时 在这次灾害中 有些村民的毕生心血和积蓄 都被无情的洪水夺走 距离王新荣家不远处的徐家河挖村 徐思伦的八间大瓦房 五间变为废墟 其余三间也只剩下残缘断壁 陈思伦家遭到两米多高的洪水侵吞 当时夫妻俩撤离及时 身体没有受伤 但房屋却被洪水摧毁无法居住 儿子在部队当兵 家里没有劳动力 人物不得到情况后 立即抽调民兵帮忙清理废墟 协调化分宅基地 使他们挽回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目前陈思伦夫妻临时住在村委会 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块230平方米的新宅基地 施工时人物部带领民兵帮扶重建 人物部带领民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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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 包雁伦加股问和堤坝尚无兵可用 镇人物部又向他借兵 虽然自己处境困难 但他还是答应 从其他乡镇调任 刚刚放下电话 包雁伦就收到妻子已在县医院门口的短信 十天前他的妻子做了两处妇科手术 出院后今天是第一次复查 早晨两人说好一起去 可眼看到了要和医生预好的时间了 包雁伦还是没有回来 他只好一个人先去了医院 在卵巢上有个脑肿 在围根上有流 多了两个地方 那天在住院那个 连护士都在削 我说真不好意思 都是你忙的时候 我在住院的时候 也不管你不陪我 护士都在削了 就是你真有想的 下来眼ать窑的时候 来抬风的时候你做手术 包雁伦夫妇虽然不像许多军人家庭那样 两地分居 但当初 施建坤从怀孕产检 住院生产 到孩子出生后的生活 学习教育 包雁伦都因工作繁忙 几乎从未尽过丈夫 和父亲的责任 长年独挑生活的大梁 施建坤早就习以为常 习教多少人 一个眼皮皮 有眼帽 一个在专系片 吻和大帝绝口的时候 施建坤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 包雁伦匆匆赶到病房 看了一眼 仍在昏迷当中的妻子 就奔赴吻和大帝 等施建坤麻醉劲过后醒来 发现丈夫早已不在身边 我都是叔叔 我一天不讲 来的时候 第几天来了 再张了五分钟 看看没事吧 施建坤住院期间 包雁伦日夜坚守 在抗洪一线指挥救援 一个星期后 他自己办理了出院手续 回到家中才发现 自家地下室 有一米多深的积水 所有物品都被浸泡 于是他赶忙向丈夫求助 他说嘛 压了就压了吧 瞎抛着吧 但是他没空 那他说 咱那这东西放上 但是那有什么好东西 我说没什么好东西 但是咱家里不去 打起打宝的东西 在里边呢 他说没什么 之前的我就一样了吧 抗洪到了关键时刻 包雁伦无法抽身 施建坤只好找亲戚朋友帮忙 将地下室的物品搬到客厅 人物部在前期转移群众 固守大敌时 民兵按照建制应激连进行救援 当救灾工作转入生产恢复时 民兵分散在各乡镇受灾点 进行处杂清沟 疏通道路 查险故地等任务 尽管包雁伦亲自上门 目前加上人物部干部职工 才有六十余人 距离预期人数差距太大 当前这个抽着人员 他有点难度 但是在难度面前不要紧 因为我们救援是第一位的 从多方位的进行抽掉 然后集中起来进行突击 这样子说你那抽着二三十个民兵 刚才我给你书记打电话了 你书记也很支持 你这段时间租着 最后租着三十个民兵回家 你那边紧 二十个也行 不差二十个 你这两天半赶到那个位置 位置都是发给你 这二十个人没有问题了 包雁伦经过多方解兵 最终集中起来九十个民兵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人数 但让包雁伦感到欣慰的是 灾后重建的特殊时期 竟然寄来一台挖掘机 有效地提高了时空进度 走吗 再来 好 就得放一下 就得推倒扎上 然后再来 装了吗 绳子呢 扎上 都明白了 都下了几个 保雁伦最终在降雨来临之前 完成了堤坝加固任务 虽然只有重新修筑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但在抗洪的特殊时期 人武部官兵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想方设法把凶猛的洪水 牢牢地控制在堤坝内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群众若有难 挺身望前站 强弦荡天风 甘洒绝和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